大家好 歡迎收看外交短評 今週末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對話機制 將在美國德拉雅州舉行為期兩天的領導人峰會 美方官員聲稱對中國的擔憂將成為議程的重點 四國將就加強南海海上安全等問題共同發佈具體成果 《南華早報》9月20日報導 分析人士認為這樣做會幾乎肯定會激怒中國 不過隨著美國總統拜登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即將離任 這將會成為這些現任領導人最後一次的回誤 我會更關注的是 這由一位即將卸任的美國總統主持的峰會 究竟能取得什麼成果 以及對四方安全對話 今後是否能維持它的影響力 甚至是否名存實望都成為外界關注的焦點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9月20日就分析說 這是拜登面臨政權交接之際 為了提升自己外交政策遺產作出的最後努力 以制衡中國日益增長的影響力 路透社就說 峰會的議程包括加強在印度洋的安全合作等等 雖然美國政府高級官員說 四方安全對話只是夥伴關係 並不是針對中國 但新美國安全中心CNAS亞洲政策專家 前美國政府官員柯大士就認為 新的四方安全對話海上安全倡議 將會向中國發出非常強烈的信號 南華總部說 分析人士預計這次峰會 將就幾乎肯定會激怒中國的措施達成一致 這個從今年7月四方安全對話 外長會後發表的聯合聲明可窺一班 當時的聲明並沒有點名中國 但就說嚴重關注東海和南海局勢 重新強烈反對任何試圖通過武力或脅迫 改變現狀的單方面行動 對此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林劍早前重申 美日印澳四邊機制 嘴上唱的是構建自由開放的印太高調 做的是人為製造緊張 煽動對立對抗 壓止他國發展的事 和求和平、謀發展、速合作 逃繁榮的亞太大勢背道而馳 注定不得人心 個別域外國家頻繁地派遣先進軍機、軍艦 到南海炫耀武力、製造緊張 並且編織形形色色的小圈子 在地區製造分裂、挑動對抗 已經成為了地區和平穩定的最大威脅和挑戰 中方堅決反對有關國家 借反對脅迫之名、行集團對抗之實 以維護秩序自由 實質擁抱的是少數國家炮製的加法幫規 中方敦促域外國家 切實尊重地區國家維護本地區和平穩定的努力 小為本地區局勢點火澆油 這次最後的峰會突顯拜登私人色彩 在拜登決定不再尋求競選連任後 印度總理莫迪慷慨同意 將今年的主辦權交給美國 根據《日經亞洲》20日報道 談及週末峰會時 美國官員說領導人將會花很大的蝙蝠 討論四方安全對話下一步的發展方向 不過包括《日經亞洲》在內的不少外媒指出 四國今後能否繼續在四方安全對話機制下 保持密切互動仍然是一個懸疑未決的問題 除了明年一月的白宮交接 岸田預計將會在今月的28日 即是這次訪美之後沒多久就會卸任 澳洲也將會在明年5月舉行大選 CNN的報導指出 儘管官員對於四方安全對話的持久力表示有信心 但這個機制的持續性 可能在週末的會議上佔據重要地位 這涉及美國副總統、民主黨總統候選人賀錦麗 以及前美國總統特朗普之間 誰將會領導下一屆美國政府 以及美日印澳四國 將會對四方安全對話聯盟和中國採取什麼態度 四方安全對話最初是為了應對2004年印度洋大海嘯而建立 隨後在2017年由特朗普政府恢復 拜登上任之後又將它升級為定期會面的領導人峰會 以幫助美國對抗中國在印太地區不斷擴大影響力 是美國政府印太戰略的主要抓手 這幾年這個機制在軍事等實質性領域都有小動作頻頻 新德里政策研究中心、戰略研究名譽教授 前印度國家安全委員會顧問布拉馬·捷拉尼 20日向日經亞洲投稿說 炒作無法掩蓋四方安全對話的生存危機 在拜登的領導之下四方安全對話議程已經轉向全球挑戰 但這個只有四個國家組成的集團無力應對普遍挑戰 而它旗下的六個工作組在關鍵和新興技術、氣候變化、網絡安全、基礎設施、疫苗 以及在外太空方面的合作也幾乎沒有取得任何具體的進展 捷拉尼說由於缺乏明確的戰略使命 四方安全對話似乎迷失了方向 儘管這四個國家從來都未公開承認這一點 但外界普遍都認為四方安全對話的成立是為了在軍事上應對中國的崛起 這位印度著名的鷹派學者認為 在烏克蘭危機和中東地區衝突的背景下 美國越來越不敢同時與中國交戰 比起威懾外交成為了拜登更加青睞的手段 澳洲諾卓博大學人民與社會科學院院長 國際關係教授比斯利 19日也讚文指出 在四方安全對話重返國際舞台的五年間 雖然獲得了很多媒體的關注 發佈了很多令人印象深刻的宣言 但具體合作方面並未取得很大的成就 對地區戰略平衡的影響也有限 比斯利評價說美日印澳政府 顯然正在將四方安全對話作為他們優先事項 但各國仍然未具備作為一個 四國集團開展工作的能力 土耳其阿納多魯通信社 二十號的一篇評論文章 將這個歸因於四方安全對話內部凝聚力的缺失 文章作者、地緣戰略分析師 哈立德直白地指出 四方安全對話最初是作為北京的 懷疑論者俱樂部而成立的 但它成立的基本要素看起來 並不令人滿意的 更多的是基於恐懼 而不是一種團結的共同情感 尤其是印度 這是聯盟中最不可預測的成員 哈立德說 雖然華盛頓總是試圖 令到斯德里在全球問題上 站在自己那邊 但印度往往都編織出 一條獨立的行動路線 甚至在俄烏衝突等 關鍵問題上的政策上 都與之發生衝突 他認為印度的戰略願望 就是利用與美國的關係 為自己謀取利益 澳洲智庫諾伊國際政策研究所 網站分析也指出 這些分析破壞了戰略聯盟的概念 在對華政策上 四方安全對話 另外三國 與美國存在利益不一致的部分 美國政客新聞網19日預估 如果這次峰會上 拜登在以規則為基礎的 國際秩序的標準說辭之外 再提出更多的要求 可能會嚇到日本和印度 日本駐美大使館 前政治事務特別助理 現任美國智庫史丁生中心 日本專案主管神紀尤紀說 日本和印度希望留出一些空間 和中國接觸 克納德補充說 澳洲和中國關係的變化 也是分析四方安全對話前景的重要因素之一 他指出隨著坎培拉和北京關係的密切 澳洲內部可能會對美國領導 主要針對中國的印太戰略產生抵觸情緒 而這種內部的動態變化 也折射出這個地區更廣泛的地緣政治轉變 看過內地觀察者網 綜合外電分析的報導 有幾點總結 第一 與其說拜登在努力為自己留下政治資產 更像是他為自己 留下和世界各國領袖的打卡照片 四位領導人中有兩位即將落任 而四方安全對話下面的小組 也沒有具體的工作成果 而其他三個國家就國懷深思 美國想利用這些小圈子 搞出軍事準同盟或同盟 每年發表幾個聯合聲明 批評中國這樣那樣的問題 而其他加盟國就想借此 增加自己的籌碼和中國講數 說如果不想我們太激的話 你就要答應我們這樣那樣的條件了 說得直白一點 就是從中美博弈中拿著數 第二 其實由他們談論南海問題 實在有點搞笑 四個國家都不是南海周邊的國家 為別人的家園操心 背後關心南海是假的 藉此牽制中國才是重點 美國能夠拉動這些國家 多少也反映出 他們對中國發展極度焦慮感的 第三 從中國的角度 就要預期 這是未來一段長時間 面對的外部環境 面對美國拉小圈子 中國一方面 和南方國家加強合作 另一方面 就是運用貿易大國 製造業大國的地位 運用經濟 外交甚至是軍事進步的實力 軟硬兼備 和美國拉攏的國家周旋 結論就是 美國靠著這些沒有實質成效的 一個個吹水小圈子 是否能夠令美國再度強大呢? 大家好 巴士的布除了在YouTube有視頻之外 在另一個平台石樓台都有視頻看的 石樓台有很多獨家內容 石樓台歡迎全球觀眾訂閱 在互聯網搜尋巴士的布 去巴士的布網站 就可以找到石樓台 製作內容需要投入很多的資源 希望你都支持巴士的布 訂閱石樓台 有你的支持 我們才可以繼續製作節目 多謝大家